想要出国玩的民众或许可以考虑去帛琉旅游 因为帛琉现在为了鼓励台湾的观光客 从1月4号开始直到3月底 只要是持台湾护照的旅客抵达帛琉之后 都可以到机场大厅的帛琉观光局的柜台 来领取美金100块钱的现金 也是相当于新台币3000多元 不过现在要来看到的是国际疫情 似乎逐渐有回温的迹象 旅游业者也说了 这可能会影响到国外旅游 上半年的回温 看着蔚蓝天空何许的阳光洒落 浸泡在清澈海水中 心灵也仿佛被洗净 全身细胞都在深呼吸 帛琉的经验美景升值人心 而热爱海岛景观的旅客们永福了 帛琉观光局送上2023年的新年大礼 从1月4号起到3月31号止 持中华民国护照的旅客 在抵达帛琉国际机场出关后 可到机场帛琉观光局的柜台 限领美金100元现金 相当于3000元台币 有望吸引不少爱玩客 前进 帛琉米进 帛琉它本身来讲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岛国家 适合喜欢玩水的民众 应该也可以起到一些市场宣传的效果 而原本世界各国在去年底陆续解封边境 不少国家盼望能迎回旅游热潮 但新型变异株再起 加上中国防疫大解封 各国边境检疫拉紧爆 让世界疫情走势出现变数 是否再度冲击国际旅游市场 今年上半年的整个旅游市场 是慢慢的逐步成长 价格也会慢慢的降低 因为我们的航空的供应量 会慢慢的增加 当然也是要看我们整个 就是国际的疫情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波 到底国外旅游市场 能不能渐渐回暖 还得取决于疫情发展 就通不到